终身响了远远望去 抢眼的鹅黄色小巧建筑 就是海上教堂 位于大鹏湾的海平面上 犹如知名沙巴水上清真寺 想更亲近一点 得通过300米的长堤才能抵达 年轻人摆出各式各样的pose 抢入镜 情侣在花门下成双入队 甚至锁上了爱情之药 就连婆婆妈妈也要在教堂前留影 其实教堂里更抢手 怕影响品质 入内的游客得限制人数 好不容易进入里头 抢拍的镜头更不容错过 挑高的清水模设计 海面上的光线 透过椭圆形窗孔照射进来 仿佛置身欧洲一般 设计者将它打造成 如西班牙的海上教堂 这氛围让拍照的手没停过 张张情境照都好看 还有人带着爱犬来入镜 偏偏狗狗不看镜头击杀人 路上面有看到这里的文章 看那种社群的分享 里面拍出去那个光影不错啦 它在这边或是剪影 应该都是不错的 我是看YouTube里面的介绍 王美一定要拍一下照片 其实不只教堂的正前方 美善窗户旁都有游客抢拍 当初是想要打造一个舒适又疗愈的咖啡空间 然后希望大家来这边可以一边喝咖啡 然后一边看海景 客人进去的时候都会先抢窗边的位置 因为窗边的话就可以拍到海景 业者准备了北大午以及阿里山的咖啡 台湾原生茶宝山红茶 还有蜂蜜蛋糕 千层蛋糕 提拉米苏等各式甜点 但游客爱拍照 剩余喝下午茶 光线透过窗孔照了进来 日夜有着不同的光景 从窗孔望出去 可以眺望跨海大桥 水上还有帆船缓缓前进 果然很疗愈 这也难怪它成了热门的打卡景点 TVBS新闻叶凤达屏东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